他早就該下台了 只是問蔡英文找誰 對不對 真的有一點格調的人 絕對不會想幹這個事情 三加十一這個政策對不對 當然不對 三天就放了 三天連那個潛伏期都沒過 你怎麼檢查出來陽性或陰性 很可惡啦 就是因為那個破口 才造成今天這個結果 然後你還不承認 那不承認你告訴我是誰 林永批評就是陳時中三加十一 他說不是破口 那你有覺得說他這樣子 還適合當一個當責指揮官嗎 因為其實昨天劉和然有說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當責指揮官 他早就該下台了 只是問蔡英文找誰 對不對 真的有一點格調的人 絕對不會想幹這個事情 那想幹這個事情等於是 蔡英文的沙包沙袋一樣 被批評蔡英文躲在後面 其實很多角色你看都是蔡英文做的 那你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什麼是破口嗎 你自己想想看那個時間序 先有諾富特群聚三加十一的破口以後 才會有獅子王才會有阿公店 然後因為有阿公店才會到 從醫院到長照到賣場到市場去散布 所以整個很清楚 而且他那個定序都是一樣的 那你告訴我你是指揮官 如果你說不是淘基 你告訴我是誰 哪裡來的 他現在講法是說沒有證據顯示是淘基 那有證據顯示不是淘基嗎 沒有阿 對不對 那你再回頭看三加十一這個政策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三天就放了 三天連那個潛伏期都沒過嘛 你怎麼檢查出來陽性或陰性呢 那個時候檢查出陰性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你政策具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那你說如果不這樣幹 華航會垮 會倒閉 不會阿 華航貨運生意好得很阿 而且因為你們現在搞成這一攤 這邊二級阿 三級阿 這個店不能開啦 餐廳不能內用阿 公司要分流阿等等等等 搞了多少人 現在紓困要花什麼一兩千億 不是你們搞出來的嗎 這個錢不是納稅人的錢嗎 所以很可惡啦 就是因為那個破口 才造成今天這個結果嘛 然後你還不承認 那不承認你告訴我是誰嘛 而是你再也不承認他 現在翻唱了 然後你把耶穌的路線 又千萬一點 都是能不能停車